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亮仔 最近辽宁队正在征战CBA第三阶段的比赛 目前呢他们取得了CBA排行榜的前三名的成绩 接下来不仅能够挺进季后赛 而且也有希望继续能够争夺冠军 但是让很多辽宁球迷非常伤心的是 就在他们的球队努力争夺本赛季未美冠军的同时 他们球队却传来一个离世的惊人噩耗 让很多球迷包括辽宁队的重战士都是非常难过的 据媒体报道辽宁队的著名篮球轻讯教练张健 因为最近突发心肌梗塞 最终抢救无效已经在近日离球迷而去 是一个非常难过的消息 那么目前这个消息也已经得到了辽宁官方账号的一个确认 也就意味着张健教练确实已经和球迷彻底说再见了 而且要知道张健教练离世的时候仅仅是43岁而已 从他在2007年重任这个轻讯工作到现在16年的时间 为整个辽宁的一个轻讯做出了卓业贡献 那么恰恰就在这个年纪应该继续发光发热的时候 却突然离去了是一个非常惋惜的事情 接下来和各位球迷来聊详细了解一下 张健教练他在辽宁包括整个轻讯当中的一个地位 在生前张健是辽宁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的篮球部高级教练 也是辽宁俱乐部U14的男篮主教练 那么这几年一直帮助辽宁队培养很多的一些年轻球员 在2007年张健教练开始了自己的一个职业生涯 在这期间那么其实也培养过非常多的协业财 首先在CBA方面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周琦 王化东吴昌哲的那些球员也都曾经得到张健教练的一些辅导 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此前 他还曾经和我们国少队合作过 担任国少U14以及U10 曾经担任过2012年2013年两届国少U17的捷训队 那么在后续2021年正式受聘成为辽宁队的一个整体的轻讯主教练 那么这几年的话他其实也是偶心力学帮助辽宁队在清训方面培养了很多的人才 尤其在今年举办的2023年全国U14青少年篮球联赛当中 还帮助球队获得了男子组的一个赛区冠军 他本人也因此获得了一个赛区最佳优秀教练奖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发现从07年到现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面 张健教练不仅是辅导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才 另外一方面的话尤其在辽宁队这几年的一个职业生涯当中 他也是逐渐帮助球队培养了很好的一些苗子 有狗说他这一次不是因为意外离世的话 那么假以时日想必辽宁队这边的清训工作计划 说不定还能够赶超广东以及等等一些传统的强队 所以这一次张健教练突然离去 我觉得对于辽宁队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 阳明包括一众球员的话也是为此感到非常的痛心和难过 所以我们作为球迷在这里也给张健教练送上祝福和哀悼 希望他能够一路走好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呢 现在那些其他的一些教练员也可以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除了辛苦工作之外呢 也一定要注意休息 不要说忙着工作之后啊 经常熬夜看比赛或说制定战术 到头来其实是提前压榨自己的生命 这是不可取的 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 也能够为球队真创加急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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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